好那今天这本书呢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哦 这本书叫无限赛局 各位你们有在听这场这个说书之前 大家你有本来就有听过这本书 或是看过这本书 可以帮我回应或是帮我举手一下 OK那我会只是原本就是听过吗还是看过 看一下 许佳这边没有OK没有问题 好那只有听过没有看过 朋友说你会看不懂 OK好 好那其实这本书啊 它我觉得很棒 那当时呢这本书蛮新的哦 那时候它是在去年的年底 12月30的时候出版的 那坦白跟各位说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书 我其实误以为说是不是跟经济学的 所谓的赛局理论 这些是比较相关 所以我原本是就觉得好像很不错 但也没有特别想说要买来看 但是呢我是看到这个作者 Simon Sinek 我非常喜欢他 他在这个TED Talk 都是很多的演讲 他都有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演讲跟这个讲述这样子 那为什么我很喜欢他呢 因为他在讲述这些观念跟理念的时候 我觉得他已经超出那些就是世俗的这种 就是德思心的这种过程 我们在乎德思嘛 但是他已经就变成是一种很理想 理想家梦想家这样子 那这个就很吸引我 可是你知道吗 更吸引我的是 他其实从十年前就这样子讲 然后一直以来 他都贯彻着他的理念 这件事情我很佩服哦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话是人在说嘛 他说就是 懂得就是说话 其实这个 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 那不过就是他一直始终如意 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可以问一下 这个我的iPhone 这个是谁吗 我不知道我的iPhone是谁 你可以帮我改一下名字吗 或是你可以留言一下这样 好那我就继续哦 好那结果啊 你知道吗 就是我真的看了这本书之后 我觉得哇真的超棒的 因为就发现到说 原来真的我们很多的结果 都是来自于思维 所以其实这个 这本书他一直在强调 一件事情哦 就是你的思维 就会决定你的行为嘛 那你的行为呢 就会决定你的结果 OK 所以我们就来看 这个无限赛局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在开始前呢 直接跟大家分享 关于无限赛局 所谓的无限呢 那既然有无限赛局 那代表什么 就是有有限赛局 对吗 好 所以呢简单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限跟无限的差别 有限的话是指说 他会在这个比较当中 想要取胜 OK 所以就是会追求短期的目标 然后会目标是想要干掉别人 想要硬别人 所以很多小时候不是会被提倡说 你要有竞争力 什么叫竞争力 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的就是 怎么干掉别人 对吗 所以为什么考试 要排名 那这个排名大家就很在乎 甚至为什么家长都会送小孩子去补习 其实很多时候想的不是要怎么样奉献社会 想的是怎么样能够干掉别人考得好 就可以进好的学校 拿好的资源 对吗 所以这是所谓的有限赛局 那其实所谓的无限指的是说 能不能去实现这个长期的愿景 长期的理念 那什么叫长期的愿景 有时候听到这个 这边会不会大家觉得好像很复杂 或者觉得好像很不切实际 拜托我都快活不下去了 还要去在意什么远大的愿景 天哪 这也太浮夸了吧 哎呀 你讲这个什么思维 那个都是给那些有钱人 没事干的人 才去想 各位有没有开始 可能在身边的人 就会说出这类型的话 那其实想跟大家讲的是 各位提倡一件事情 我们来到人世间 其实我们都有任务的 各位你都是有任务 都有使命的 所以我们来到人世间 不是为了吃饭的 各位 你可能会这样讲 你可能会这样听 会觉得说 整理你讲话 也太刺激了吧 什么意思呢 我们很多时候 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过了七天 只是多吃了七天的饭 然后只多睡了七天的觉 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请问你有不一样吗 其实没有耶 你只是变老而已 那这样不是好可惜吗 我们一直在工作 我们在努力 在学东西 到底你想要做什么 你一定有你的核心思想 跟你想要成为这样的人 那可能这样子又很抽象 简单来说 各位 我们用家庭来说好了 你们家庭的核心里面的观念是什么 有没有有些家庭是 你只要好好念书 好好工作 好好赚钱 钱是一切 其他我都不管 好好赚钱是王道 有些家庭是这样 我先讲没有对错 之后就是你看你怎么想 那有没有一些家庭 那个价值观是 你只能做问心无愧的事情 我不在乎你的职位 我不在乎你的学历 我在乎的是 你有没有能够对得起别人 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良心 有没有就是那个家庭的 这个教育理念是这样 也有 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家庭理念说 我希望你可以自己丰盛同时 还能帮助别人 所以有些家庭 整个家族特别喜欢帮助别人 有没有 有哦 所以各位你知道吗 光是这些思维 这些想法 你说有对错吗 你说到底哪一个 一定过得比较好吗 坦白讲 如果你有研究吸引力法则的话 你会知道 当你的能量频率到 越高的情况下 你就会吸引越好的人事物 所以 其实思维这件事情 就完完全全决定你是谁 那思维好重要哦 但好可惜哦 好多人看到思维的书 或是思维的观念 就会觉得 哎呀思维就在讲那些有的没的啦 思维那些啊 不重要 就是在讲那些我都知道 可是很坦白说 如果你真的都知道 而且你也做到了 其实 你应该要非常的满意 自己的生活才是啊 对吗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这本书 就是在教我们思维 所以无限赛局 大家可以稍微 对他有点理解的 无限指的是 我们参加了一场赛局 这当中 是没有谁是第一名 你没有竞争对手 你只有跟过去的自己比 这就是无限赛局的 这个精髓所在 好 那后面我就跟大家讲 更详细 那先跟大家分享 这本书的作者呢 就是Simon Sinek 他有非常多的著作 包括大家荧幕上 左下角看到的 这四本书 都是非常有名的书 那其实我 还白告诉各位 我会认识他是因为 我是在他的Ted Talk 就是他的演讲上看到 他有提出一个理论 叫做黄金圈理论 各位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很棒 那我简单跟大家分享 不管你过去有没有听过 这边在讲的是 其实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同心圆 这里面是什么 为什么 why 对吗 然后再来呢 再大一点是什么 how 再更大呢 就是what OK 大部分人做事情怎么做 你可以看到右边 这里有写 多数人的方式是什么 先讨论做什么 再讨论怎么做 可是不一定有谈为什么 我直接举例 像小时候啊 我的爸妈 就是非常的 重视我的英文能力 这样子 然后我知道这边 那个grace 英文 就是也是 还是华语文教学 英文 也有相当程度 真的很厉害 我的英文真的很普通 这样子 那时候小时候啊 我爸妈就 很要求我的这个英文 这样子 可是 他们要求我 可是我妈并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要这样 重视英文 她只有告诉我 你要去念英文 顶多说 你去补习 我顶多说 你去背单子 就这样结束 可是他没有跟我沟通 为什么 那你知道吗 我就不 没有去精进这一块 那你说我故意叛逆吗 其实不是啊 是我 不知道为什么 你没办法跟我清楚 讲 就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我就很难产生 持续性的动力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在培养 所有阅读习惯 也好 或者是运动习惯 也好 很关键的是 如果你没有问清楚自己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你很容易就放弃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在培养一个习惯 你只是为了跟风 为了装文青 为了打卡好看 为了让人家觉得 你过得很棒 哇 那很抱歉哦 你做这件事情 你是痛苦 而且 你就是没办法持续 因为你没有你的 远远不绝的动力 是来自于 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所以呢 黄金军理论在讲什么 他提倡啊 我们其实应该要用 成功人士的方式 那当然 这成功人士的方式 其实很单纯 就是我们把顺序 稍微颠倒过来 我们先讨论的是为什么 所以各位 为什么你要阅读 为什么你要重视健康 为什么你要运动 为什么你今天要来听 这场说书 你想从这场说书 得到什么 各位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 你想清楚了 坦白告诉各位哦 等一下讲述的 各个过程中 这些的资讯 对你 才会有帮助 因为你带着问题来 你就可以带着 解决方法走 所以这个是 很关键的部分 所以各位 现在我们花个15秒 想一下 你 为什么会来听呢 你的为什么 那你想要解决什么呢 大家可以稍微帮我 写在你的笔记本上 那当然 如果你愿意 在留言处 跟我们分享 那当然也很开心 那如果你不好意思 也没关系哦 你就是写在你的笔记本 稍微写一下 为什么 各位 为什么 你今天会来听 无限赛局 大家想清楚了吗 好 如果想清楚的话 我要恭喜你哦 等一下的这一个小时 你绝对会收获满满 坦白告诉各位一个秘密 你之所以会收获满满 不是因为我特别厉害 而是因为你带着问题 所以呢 这些资讯 你就能够 非常求之若渴的方式 所以呢 这边有人说 Grace说 想要懂这本书 也想改变工作思维 太棒了 这个佩运说 想要透过这段 一小时继续进修 太棒了 许佳这边说 有新的思维 太棒了 好 那很感谢你们的分享哦 那我想要再更进一步的帮助 帮助各位 刚刚三位啊 你的分享啊 就是你的为什么 其实还不够精准 比如说 其实你要更精准的说 为什么你想 懂这本书 为什么你想改变工作思维 为什么 为什么你想要透过 这短短一小时继续进修 为什么 为什么要有新的思维 为什么 各位有没有开始觉得 哇 光是为什么 这三个字 这个学问很大哦 所以各位 你写出来之后很棒 但是你继续要再继续挖 为什么 我现在就有的思维 没有不好啊 我干嘛要有新的思维 就就有的好好用就好了 我就有的工作思维 继续做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有新的 为什么要改变 短短一小时继续进修 这个小时也可以睡午觉啊 也可以出去走走啊 为什么你这个小时 却想要继续进修 你继续进修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要改变工作思维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想要提升效率呢 还是想要活出自己 变得更开心呢 还是你希望可以利益他呢 还是你希望可以改变磁场呢 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才是重点哦 所以在这边再鼓励大家 鼓励各位 你再更深一点点的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 OK 那我就继续了哦 怕今天来不及讲完 好 那为什么我们了解之后呢 第二步我们要沟通的是 那怎么做 怎么做 OK 怎么做 这很关键哦 比如说对各位来讲 假设你可能觉得 你现在工作当中 你觉得遇到一些瓶颈 所以你想 或许不是能力的问题 是思维的问题 所以你想要透过 精进自己的思维当中 能够改变你的这个工作的方式 帮助你提升效率 那你的怎么做 可能就是来参加说书 对吗 OK 那当我们知道怎么做之后 最后可能我们就落入 所谓的做什么 做什么 我做什么 可以立即真的改变这件事情 所以等一下整本书的过程中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些 很棒的故事 很棒的观念 很棒的心法跟做法 那我想要鼓励各位哦 就是你 听写笔记的过程中 你要不断的一直在问自己 为什么 怎么做跟做什么 这样子对你的这个 就有事半功倍的帮助 好 那我们就来看 整个无限思维 无限赛局 他到底这本书是写给谁看的 各位你有看到吗 这本书的作者呢 他说 他写的这本书 不是为了改变那些 固守现况的人 是他为了号召那些 准备好挑战现况的人 是为了创造一个 真正满足人类最深层需求的新世界 感到安全 为自己更远大的事情 在贡献力量 并且养活自己 家人 一个对个人 企业 社群 全人类带来利益 最大的新世界 各位 这个运气有没有很棒 你看这些字 这个字当中啊 你有没有发觉一个重点 要有无限思维 不代表说 你不管自己的利益 或是就是 不能自私 有没有 就是只为别人而活 然后不能为自己而活 如果你是这样想 你大错特错 今天无限思维的概念是 照顾好自己 也照顾好别人 所以各位 你知道吗 当我在这个举办 不管是说书会 或是读书会 或甚至阅读分享会 如果各位有参加过的话 你会发觉 其实啊 坦白告诉各位哦 我的起心动念 就是想要创造一个 这样的环境 我想要创造一个 只是大家能够在这边 不要有 就是这种 这种 争夺 然后大家能够在这边 很自在的说出自己的话 然后分享自己想 分享的东西 那你不觉得 这件事情很棒吗 乘几何时 我们在职场上 有人会愿意 听我们说话 乘几何时 我们能够表达 我们的想法 然后大家又能够 真心的给你赞美 跟建立这样子 乘几何时 我们出了社会 已经没有这样的环境 所以我非常渴望这件事情 我也很知道 这件事情 可以帮助到每一个人 当中获得成长 或者获得能量 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 起心动念 所以各位哦 今天这个投影片呢 我也会传给大家 我会送给大家 这份投影片 所以大家 如果等一下在 抄笔记的过程中 来不及 不用担心 我会给各位 其实光是这点呢 我也是想跟大家说 其实很多人会说 其实基本上 你很难在市面上 找到有讲师 愿意把投影片给大家 把它转成PDF档 已经很不容易了 为什么 PDF档 你才不能够 直接用它的投影片 或是你不能去 你没办法修改它 所以有些用PDF档 当然好听是说 这个格式不会跑掉 相对的就是 他还想要保护 自己的著作权 他坦白告诉各位 我从半说书到现在以来 我都是给各位元档 而且是你可以自己去移动的 那为什么这样 就是之前有书游 他就很可爱 我也很感恩他 他就很 就是告诉我说 你这样子不太好 我说怎么了 就是我以为说 我可能冒犯到他 他说你这样子 你这个档案 如果被有心人拿去用 甚至他就是 怎么样的 就是可能会危害到 然后我真的很感谢他 因为我觉得他很替我着想 但是我跟他说 我不担心 因为起心动念决胜负 因为起心动念是最关键的 所以对我来说 我真的想要帮助各位 所以我觉得投影片的这些资讯 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当然如果有些人要拿去用 一些不好的用途 或者说可能大家用竞争思维 想要做一些事情的话 这我没办法 但是我想要讲的是 我很相信我的格局 跟我的灵性位阶会决定胜负 那也会决定就是 我能够吸引到谁 所以讲了这么多 我想要讲的是 无论你原本的思维是怎么样 你可能有时候会很匮乏 有时候会用竞争思维 今天我想要鼓励各位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跟我在一起 跟我同在 去用无线思维来看待这一切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 关于无线思维 有没有所谓的必要条件 有 今天呢 这五个要诀 就会跟大家讲 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有无线思维 OK 所以首先 我们就先来看崇高的信念 我就一个一个来讲 那大家来不及写 没关系 我都会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 好 崇高的信念 崇高的信念 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像 就是很遥远 什么叫崇高的信念 其实崇高的信念呢 说穿了就是 我们想要打造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这个就是所谓的崇高的信念 好 那这个崇高的信念呢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几个故事 第一个 那时候啊 微软公司跟这个苹果公司 其实他们都做得很不错 因为那时候就是作者 他去采访 就是他们这样子 然后采访他们就是说 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技术啊 了解他们的生产研发背后这样子 的这个精髓 那他就先去了微软 结果他先去微软之后呢 微软的工程师就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我们产品啊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我们功能多厉害啊 怎样怎样的 他们的目标是想要干掉苹果 然后成为世界第一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 他就采访他们去观摩嘛 OK他就知道了 然后接下来他就去苹果公司 然后也是找到他们很资深的工程师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找到一个功耗是51还是56号的这个 高级的很高级的研发工程师 那他就问到他说 你们这样研发的理念是什么 他说我们研发的理念是能够做出 更容易使用的产品 然后帮助到更多的人 然后那时候三位星人听到就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 你看多少企业都说我们要成为第一 世界第一 可是你却讲说我要做出更好的产品 这件事情太诡异了 太少听见了 结果就因为他们的思维不同 你知道吗 在隔一年 就是那个苹果 他们就做出iPhone 但是微软 他那时候做的其实就是有做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很快的就已经停散了 因为不热卖 但是他们的规格是很好的 所以我连名字我都有一点忘记了 你也可能没看过 所以我想要讲的是 我用这个例子来说 你看两家都是一个很伟大很棒的公司 对吗 可是当时代 他们的思维决定了他们的结果 一个是想要干掉别人成为第一 他就会呈现匮乏的状况 他也会陆陆比较 所以他就会在想我怎么样赢别人 所以他就会失去了自己 可是你看苹果公司 就当时代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但是我知道当时代的他们 想的是 我想要改变全世界 我想要改变就是人们 互相沟通的这个方式 所以大家如果在贾伯斯 爱在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他在这个发表会的时候 他站上台的时候 他都先跟大家讲什么 还记得吗 黄金圈理论第一个是什么 为什么 他就跟大家讲 我们致力于改变人们 就是沟通的方式 所以他讲这个 他第二个讲什么 坏在还是什么 How 他How他讲什么呢 他说所以我们推出了iPhone 这是How 那Hot呢 他就告诉你 这个手机他的规格 他可以怎么样使用 他的功能 他的function 怎么样 所以各位 你有发现吗 贾伯斯当时就是 运用的这个 所谓的黄金圈理论 Why Hot 所以大家有发现吗 如果你要跟你的学生沟通 或是你要跟你的 这个家人沟通 或是跟你的另外一半沟通 你都要很清楚告诉他 为什么 这件事情先讲了 真的 大家试试看 真的会很有帮助 OK 好 所以呢 就刚刚这个例子 大家应该有发现吧 崇高的信念 其实才会让我们 真的能够持续 有源源不绝的动力 而不会摆在 如果你今天摆在目标 是成为世界第一 要成为全国第一 那这个第一 是很容易匮乏的 就算你追到第一了 你很容易被超越 所以这是不精准的 一个设定的 OK 好 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 那时候 在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 俄罗斯呢 有这个科学家 他专门在研究 就是种子实验室 他为什么要研究 种子实验室 因为那时候战争 然后又饥荒 所以他就觉得说 他想要改善 这个粮食危机 那粮食危机怎么改善呢 就从这个农作物 这些的种子 开始研究起 所以他在战乱的时候 他们整个实验室 都在想办法 去能够采到更多的基因 更多的这个种子 那能够想办法 把他延续保存下去 那就不会有一些的物种消失 导致粮食危机 永远无法解决 好 那这个实验室呢 这个俄国人 他的名字有点长 不好意思 我有点忘记了 好 那他就说 我们要想办法保留 为了全人类的这个福音 我们就要做这件事情 结果啊 你知道那时候希特勒 德军 德国 他们知道 有这个实验室 他们想要占为己有 所以他甚至 派了一个 一个军队独立开来 就是一个小队 专门就是在找这个实验室 这样 然后那时候啊 这个实验室的科学家们 其实他们 饥荒嘛 所以他们食物也不够吃 那食物不够吃的过程中 其实他们一直出去 很拼命地找食物 但是找不太到 那其实他们大可可以拿 就是那些拿回来的食物 拿来吃就好 就不要做研究就好了 拿来吃还可以活着 结果你知道吗 整个实验室哦 他们为了想要奉献这个理念 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努力 竟然整个科学家实验室的 这个团队 你知道吗 就是有六个哦 活活饿死 现在对我们当然很难想象 这个是19870 就是还蛮久以前的事情 我们现在都吃东西超方便的啊 然后什么粮食不够的问题 那当时大概是这样哦 可是却有人活活饿死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说他们笨他们傻吗 可是在他们那个时代是 他们想要为了这崇高信念而战 他觉得我可以死 但是人类不能灭绝 所以他不想要有这个大饥荒的过程 所以你看到 其实崇高的信念还好重要哦 不管你今天是家庭 不管你今天是创业团队 或是工作团队 其实人与人之间 我们都活在关系里 那每一段关系当中 你要很清楚的是 那你呢 你的崇高的信念是什么 想要成为第一不是信念 想要成长也不是信念 信念是必须来自于 非常明确你想要完成什么 所以这个的话 是非常想要鼓励大家 也提醒大家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 有没有对崇高的信念 开始有些理解 也开始理解到说 信念真的很重要 所以啊 如果今天的时间不够 我想要鼓励大家 说书会结束后 你能不能找个时间问问自己 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OK 这问题很重要哦 因为如果你发现啊 你现在做的事情 跟你想要成为的人 根本就背道而驰的话 那请问 你在干嘛呢 为什么你会做 背道而驰的事情 然后最后 在人生的终点而悔恨呢 那如果你今天在做的事情 跟你的身份认同 跟你设定想要成为的人 是相符的 那我恭喜你 你走对路了 所以很多人会很喜欢算命 对吗 算什么命 算命就算说 我会不会好啊 可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 其实我很鼓励大家 如果你走的路 是你非常渴望 非常喜欢 甚至是你的天赋的话 跟各位说 你绝对会过得很好 所以呢 这个是想要鼓励大家的部分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到第二个 这个要点 第二要点是什么 叫做信任的团队 各位 信任的团队 大家听到这边 有没有开始 什么叫信任的团队 或是 甚至我用团队来定义好了 团队的定义很单纯哦 你的家庭是不是一个团队 是哦 是哦 人只要活在关系里 这个关系当中 有两个 三个人以上 其实他就是一个团队 OK 甚至对我看来 我觉得 我跟另外一个人 我们两个人 也是一个团队 只是说这团队比较小 甚至呢 我们整个身体 各个器官 他也是一个团队 对吗 因为这些团队互相运作 心脏负责跳嘛 然后有些人负责能量 有些人负责排毒嘛 他也是一个团队 但是很关键哦 这是怎么样 这叫做信任 因为发掘很多家族 会很强调说 我们一心嘛 我们 很互相信任 对吗 或是有些创业团队 也会特别去 去提倡说 我们是很棒啊 我们一心这样子 可是到底什么叫信任呢 各位你有想过吗 信任有没有定义 大家 如果你现在可以稍微想一下 你觉得什么样的团队 叫做信任的团队 什么样的定义 或者是完成什么样的条件 就是 有吗 大家有想法吗 好 我相信大家可能有点苦恼 那也可能有些想法 那我就跟大家讲哦 信任 他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 他必须要这个过程中 能够展现脆弱 再来 能够坦诚不足 第三个 能够寻求帮助 各位 这三个 就是信任团队的依据 也就是说 一个团队当中 如果有人 能够放心的展现脆弱 坦诚自己的不足 坦诚自己不会 或是 能够在这边 真实的寻求别人的帮助 那这个团队呢 他就叫做信任的团队 各位你有发现吗 你说这三个 要素 这三个 这个 就是条件 有很容易吗 其实你说容易也容易哦 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哦 各位 你有看过 你的工作团队当中 你的公司 或是你的家庭 大家是 放心可以展现脆弱吗 还是大家都要 都要装一个样子 就是装作 就是自己 无敌 自己很厉害 然后遇到困难 也是就是 不能让别人看见 然后 是这样 然后第二个是 坦诚不足 你的工作环境 或是你的家庭环境 是允许你说 我不会的吗 还是你说 我不会之后 你就会被炮轰 你就会被 钉在墙上 这样子 然后就疯狂的 就是 被挑战这样子 好 有吗 有没有这样子的环境 还有 你的环境是允许 寻求帮助的吗 还是说 如果我今天寻求帮助 你反而会来调侃我说 天哪 都做多久了 天哪 你怎么这也不会 天哪 你怎么那么笨 天哪 也要学多久 各位 这三个 就是信任团队的 关键要素 所以大家听到这边 有没有想到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家庭 主要的这个发号司令者 或是你是你们公司 不管你是创业团队 还是工作团队 你是一个小leader 甚至你是一个部门的主管 或是你一个创业团队的头 或是你是老板 那你就要想 你与其一直创造 就是用喊的口号 说我们很互相信 你不如应该用这三个条件去看 大家是否能够做到这三件事情 OK吗 所以这个是想跟大家揭露的部分 所以啊 信任跟脆弱 其实是一起成长的 各位 如果摧毁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也会瓦解 意思是说 如果假设夫妻之间的关系 我们无法互相展现脆弱的话 那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彼此不互相信任 因为我要逞强给你看 因为我怕 我被你看到我的脆弱 你可能会离开我 或者我看到你的脆弱 你可能会就是不尊重我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信任 OK吗 所以坦诚自己的不足 其实是很值得做的 因为这才叫信任 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 所以希望在讲到这边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个体会 就是说 如果你的环境当中 有这样子无限思维的人 你要很珍惜 不管今天这个人是你的朋友 还是你第一次见面 还是怎么样都好 你一定要很珍惜 这些无限思维的人 因为他会成全会成就身边所有的人 那相对的 如果今天身边的人是有限思维 哇那很辛苦 有限思维的人 基本上是靠竞争上去的 那靠竞争的意思是说 他就会让人家很不舒服 而且他可能在关键时刻会出卖你 或是他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这样子 OK 所以呢 当我们建立信任的团队 最关键的 就是要问自己 如何让我的成员 能够自然而然发挥最佳的表现 所以问多问题很重要 你不应该问的是 我如何榨干他 我如何让他的这个效能更好 这样 这个问句都是错的 代表说你心里是把 人才当火柴在烧 你应该想的是 我如何创造一个环境 让大家自然而然发挥最佳的表现 这是你应该要去往这块走的 好 那新任团队呢 就跟大家分享 一样跟大家分享真实的故事 这个作者呢 他去了美国的这个拉斯维加斯出差 他这个下他的一个叫做四季饭店 他去硬之后呢 他就去咖啡吧 这个喝咖啡 他就认识了这个四季饭店的这个咖啡师 叫诺亚 诺亚 OK 那这个诺亚呢 他工作非常有热情 然后非常热情的款待他 然后非常热情的服务他 这时候三分四季饭店就觉得好神奇 他就问他说 诶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各位你猜 当他这样问的时候 这个诺亚回答什么 这时候啊 这个诺亚就回答说 我爱我的工作 你知道吗 这时候三分四季饭店听到说 这基本上不会有人说我热爱我的工作 你知道吗 不会有人这样讲 顶多就说我喜欢我的工作 就跟 如果假如说有人问你说你爱你的孩子吗 你说没有 我喜欢我孩子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程度上很大不同 对啊 所以就是 那个爱的等级已经是很高很高了 几乎是最高了 所以这时候三分四季饭店就很好奇啊 就 就问他说 啊 爱你的工作 为什么 他们给你的你什么 你赶快跟我分享 我好想知道 这时候他就跟他说 他就跟三分四季饭店说 你知道吗 我进了公司 的时候啊 不管是直属主管 还是别的小组的 别的部门的主管 每次看到我都会关心我 你好吗 都看到我都会问他 都会问他说 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吗 他说天啊 我好喜欢在这个环境工作 我觉得好棒 他们对我好好 而且那个好是真心的 因为从眼神看得出来 那不是客套话 是真心的 所以各位 你有发现吗 环境好重要哦 就因为环境让他爱他的工作 然后他继续说的 继续说出更精为天人的话 他说他不只在这边工作 他也在对面的另外一家这个饭店工作 那他说他在对面的饭店工作的时候 一样都是咖啡师 差不多的待遇 可是呢 他说他一进到公司 不管是自己的主管还是别人的主管 每看到他都会去面他 都会叫他怎么样改变 然后去调整什么的 然后就是一直挑他毛病 所以你知道吗 他说他下班的时候 他都恨不得赶快离开 因为他觉得那边充满了不信任 充满了压力这样子 所以各位你有发现吗 如果今天你的部门当中 你的同事或是你的团队当中 你会发觉有些人过得很不开心 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能力的问题 而是这个环境 没有给他信任的感情 不好意思 OK 所以这是信任的团队的这个故事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的环境是可以互相信任的 那我们就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人 那如果不信任会导致什么结果 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隐藏问题 而不是解决问题 因为我们怕问题出包了 结果公司的人赖在我们身上 所以呢 今天书中他有提到另外一个例子 我觉得也特别的有印象 他说在这个美国那种炼油厂 就是抽那个油起来的这个公司这样子 然后他们公司是彼此不信任的团队 所以那时候有小职员他发现 就是那个钻油紧 就是有一些问题 那有些问题呢 他觉得这个油管其实是会暴力的 但是呢 因为他在处于不信任的团队 他觉得如果他提了这件事情 那公司就会栽赃在他身上 甚至会不给他薪水 所以他们就不提 然后结果 就是其实后来发现蛮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没有人敢提 后来呢 真的那个油管就爆炸了 然后就真的是就是有伤亡这样子 那你看哦 不信任的团队竟然是这样的 乍看好像很有效率哦 完全没问题 大家都就是听完指令之后 都知道怎么去执行 但事实上问题可大了 因为大家不是知道怎么执行 大家只是不敢提出他们的想法这样子 好 所以这是信任的团队 因为发觉很重要 所以各位既然我们要想 那这个信任团队 我们能不能由我们来创造 那这时候有些人问我啊 说哲伟可是我们的公司就不是这样的团队 我们公司的思维就不是这样 那怎么办 那其实坦白说呢 你至少可以先从自己做起 然后甚至你可以去 隔绝这样子的这个 就保护自己这样子 那当然啊 其实最就近的方式 你还是要 或许就是 换个环境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选项 不过呢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其实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很关键的 这个是 或许我们有机会去改变的方式这样子 好 接下来呢 第四步骤叫什么 叫可敬的对手 可敬的对手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对手当作是一个 竞争 就是一个可能 我不能输他这样子 有限思维的领导者 他一心想的是要打败对手 紧盯对手的一举一动 想要靠就是 赢过别人来让对方退出赛局 但是无限思维的 他们反而会对他们敬畏的心 他们会去观察对方的优点 还有藏出 那学习并改善自己 让自己朝向原本崇高的信念 所以啊 就跟大家分享作者自己的故事 他说他其实啊 都会看的是同样是作者 然后有一个作家 非常有名 然后跟他也算不错 不过呢 他其实心里都会一直想要跟他竞争 竞争什么呢 竞争书的销售的排行 这样子 所以他就一直都有一种这样的想法 他把他当对手 可是他的对手是不健康的 所以他都一直紧盯着他的排名这样子 后来有一次啊 他们刚好一起就是 然后同台在一个这个演讲当中这样子 算是 算是对话式的演讲啊 OK 然后呢 这时候 Simon Singer就跟他说 他说你知道吗 我每次看到你的名字 都是看到你 我都很恐慌 因为我都觉得就是 你很优秀 我好像比不上 好像追不到你这样子 只有你知道对方跟他讲什么吗 大家猜一下 大家猜一下 你觉得 你觉得对方跟他说什么 对方跟他说 Simon Singer你知道吗 我其实有跟你一样的想法 结果他 Simon Singer吓到耶 就天啊 原来他也这样想 所以 其实 那一个事件过后呢 Simon Singer就完全的释怀这件事情 就是 事实上不是要去干掉谁 干掉别人 不是用干掉的这个思维去看的 而是能够持续的活出自己 然后能够去朝向你的 崇高的信念 所以各位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像说出这件事情啊 你说台湾或是大陆 有没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 有哦 有哦 很多真的很优秀 很棒的哦 那 这么多棒的情况下 那对我来讲 你看我又是素人 我不是名人啊 我也还没出书啊 那 然后我就只是 过去的背景是工人师 那现在在自己创业 那 自己创业 但是也跟名人 还有差很远的地步 那 这样的过程中 那 我到底要怎么 打败那些所谓的 爱尔文啊 或是很多很知名的说书人 但是呢 我的第二年就告诉我自己 我今天出来说书的目的 不是要干掉他们 是我要活出自己 我要贡献我自己的专场 贡献我自己所知道的知识 来帮助大家 OK 所以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大家应该有发现 就是 我每一次的说书会 都充满热情 纵使一个人报名也是一样 真的 真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办说书会的目的 就不是 以人数来决定 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像今天这场也是一样啊 可能 或许有些人会说 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开得成 各位对我来讲 不管一个来几个 我都一样开 原因就是这样 对我来讲 这件事情 我充满了能量 然后我也非常期待 所以呢 对我来说 我一直在想的是 这些的前辈 这些在做书书的人 我很感谢他们 我甚至跟他们学习 他们的长处 可是走出我自己的风格 这是重点 走出风格是重点 而不是一直要去追赶谁 活出自己 走出自己的风格 那这些可敬的对手 可以帮我们的是什么呢 他们相对的经验多 我可以看见 他遇到哪些挑战 他怎么解决的 我可以跟他们学习 他们的长处 那关键的不是完全模仿 所以各位 走出自己的风格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可敬的对手呢 就 让大家有这样子的 思维跟那个 理解 我就用这两个 我觉得还蛮有趣 也还蛮真实的 故事跟大家举例 好 接下来呢 第四个步骤是什么 攸关存亡的应变 各位 有没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 就是 其实蛮关键的 就跟各位来说 我举我的例子 我那时候 在 在那个 之前我是念到博士班 那原本是想要走 教授的工作 因为我对教学这块有热忱 大家应该感受得出来 OK 那 其实后来呢 我就 因为很多的原因 这边就不细说 所以后来 我还是进了科技业 担任工程师 那 后来呢 又 做工程师的同时 我又就是 经营了 就是 创业这样子 那 我做了就是 九年的时间了 那 其实这过程中 每一个选择 其实对我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 你看看哦 如果当时 我去了 这个所谓的 学校当教授 跟我当工程师 跟我创业 你看这三条路 完全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 当中的选择 你的价值观 跟你想的是什么 就很重要 那 像我这边举 对我来讲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转变跟 应变 对吗 那我就举书中 他讲的一个例子 书中 他讲的是 关于 大家有没有听过 Netflix Netflix 就是 网飞 叫网飞对吗 对就是 Netflix就是那个 线上的这个串流的 这个平台 这样子 看电影的 看电影 那 这个 他现在很红嘛 然后也做得很大 他营收也很漂亮 但是你知道吗 早期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直亏损的 他一直亏损 像你知道 他去找 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大家一定有听过 可是你不一定有去逛过 就是百事达 百事达知道吗 百事达就是租那个 DVD 租片子的 那 你知道那时候 百事达做超大的 全球都有他的据点 然后还赚非常非常多的钱 非常厉害 真的非常厉害 但是你知道吗 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的事情是 Netflix突然撑不下去了 他去找百事达 就说 应用不应用收购我们 这样子 然后帮我们还清债 就是 跟他收购这些钱 他拿去还清债务的意思 这样子 然后呢 这时候百事达呢 他们就开会 但他们就 觉得 串流 这个 干嘛做这个 而且 网路的布丁块 然后大家习惯来租片 然后干嘛做这个 真的有点鄙视 这样子 所以他就没有收购 Netflix 结果呢 后来 后来结果大家知道吗 就是 百事达消失 Netflix整个兴起 那对百事达 为什么不这样做 其中很好玩 提供给大家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 他们就觉得说 如果今天Netflix 把Netflix吃下来 他们做网路串流 串流的话 他说 那这样子的话 谁还会来租片子 租 租 DVD 还有公司呢 总共有 将近7到 12% 12% 12%的利润 是来自于 大家 晚 还了这个DVD 自纳金 自纳金 OK 所以他说公司 光是营收 有12% 都是靠自纳金赚来的 如果是 网路上 串流的话 然后什么自纳金 可以赚 大家不就是 会员 然后买了之后 不会有什么 忘记还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就是因为这样 不愿意放弃 这些自己的这个 这个利益 然后呢 他们就错过了 很棒的机会 所以这样不是超可惜的吗 所以你说 百思达那个老板 很笨吗 智商很低 所以他这样想吗 不是 都是思维 每一个做老板的 每一个创业 或是做生意的 或是可能是 高阶主观 其他都不笨吗 对吗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这是 结果却是 差强人意 再跟大家讲 第二个故事 柯达 柯达大家有听过吗 柯达之前是做底片的 那你知道吗 这个创办人 他其实当时的理念是 因为以前拍照很麻烦 就还要请专业的摄影师 然后还有那种 超大台的机器 然后就是 一定要透过别人 才能拍这样子 所以他说 能不能做一个 就是家庭可以普及 每个人都可以拍照的 一个技术这样 所以他后来发明了底片 发明了很多东西这样子 然后成立了柯达 哇也是赚非常多钱 然后后来呢 就是他们的工 就有个研发工人士 你知道他研发出什么吗 他研发出 数位相机 就是数位的这样子 然后他研发出来之后 他就找到这个方式了 结果他就网上承报嘛 承报到 这个柯达的高阶主管 我相信那时候柯达的这个创办人 他已经退居幕后 那这些高阶主管 他们就在讨论这个事情 讨论者他就觉得说 我们不应该让这个技术 流出去 就是不应该让这个技术 公众于世 因为我们的公司赚钱 靠卖底片嘛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如果这个数位相机普及的话 那谁卖底片 他没卖底片 我们柯达怎么过 所以他们想的是 好我们就不要让柯达 然后他们自己 也把他引盖起来 然后那个工程师觉得 天哪 我这研发出这个这么好的东西 就是你 你既然不打算用 就算了 还想要把他引盖起来 那后来呢 大概过了十年吧 就真的有其他人 研发出这个技术 然后那时候 他们有去申请专利嘛 所以别人有研发出来 但是还是要跟他买专利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吗 柯达光是专利就赚很多钱 可是当专利的追溯期到了 不能再收这个 这个专利钱的时候 权利金的时候 这个柯达呢 就在五年内就倒闭了 所以各位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光权利金 就收了几十亿的美金 超多的 那这么多钱 最后还是烧光 为什么 因为柯达的这个经营里面呢 他们没有想要去做改变 所以各位你有发现吗 攸关存亡的应变 如果当时他采纳的这个工程师 这个数位相机 他先去把这技术先研发 先去做产品 先打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 我相信到现在还是他们 可是他们就抗拒改变 抗拒改变是为什么 他不愿意放下既得利益 所以他们抗拒改变 对吗 所以这样的过程中 你会发觉 哇 就是很辛苦 所以呢 就是其实讲到这边 就是你会发觉到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选择 但你选择的依据 都是来自于你的思维 对 所以这个就叫做 攸关存亡的这个应变 你就会发觉 很多企业消失 不是没有原因 也不是因为他们笨 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 不愿意放下既得利益 去做出 攸关存亡的应变 好 接下来要订用第五步骤了 第五步骤是什么呢 就是领导的勇气 各位领导的勇气 讲到勇气这件事情 大家有没有觉得 哇好像要 就是胆子很大 或是说 哇就是很为自我激励啊 这样子 但是这边其实跟大家讲 领导勇气 为什么你可以有领导勇气 是因为 你 什么呢 就是 你会知道说 你是有 团队的 你是有信念的 你是朝向你的信念 而且很关键的是 你不是觉得 你有全部的答案 你也不是 你也不需要 就是 也没办法掌控一切 也不需要掌控一切 但是你有支持你的伙伴 跟 支持你的崇高的信念 所以你大可可以诚实说 你是 不了解的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 你会发觉 有些小主管 很辛苦 因为他刚升上去没多久 他就要逞强 他就装作自己 什么都懂 那事实上 不是因为你什么都懂 才可以当上这个主管 而是 你能够诚实的说 带着团队一起找到问题 找到解决方案 这才是主管 真正的在 的重要性 所以 你会发觉到 对啊 那软弱的领导者 就会采取权益之计 就有点像刚刚 跟大家分享的 是不是 他们这些故事当中 就是这样子 然后认为 自己是所有的答案 所以他逞强 就是 装 就是自己是 无所不能 那事实的控制所变异 所以他会很辛苦 那不只他辛苦 在他底下的这些 就是 成员们也好辛苦 因为就是 看你 逞强 然后又没办法 帮到什么 然后问题又会是隔着 这样子 所以这边跟大家分享故事 大家发现吗 每一个药局都有故事 大家就能够 去对应到 一些 想法 这样子 那这边跟大家分享故事 是什么 CBS 这是一个美国的连锁 药局 那在美国 其实那个药局 是可以卖香烟的 他们的法律 就是规定 可以可以卖 这样子 好 那那时候 2014年的时候 2014年2月 CBS的这个创办 的这个经营团队 就觉得说 我们不应该卖香烟 为什么 因为他说CBS 创办的理念是什么 创办的理念是 要让大家获得健康 那很显然 卖香烟 这件事情 香烟是 不会让大家获得健康 对吗 所以呢 他就觉得说 就是我们不应该 就这样做了 所以他要停卖 结果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做这个 停卖香烟的决定的时候 整个华尔街 整个投资人都骂翻了 然后整个他的股东 也骂到一个很夸张这样子 因为你知道光是 光是烟草 光是就是香烟 他们一年就可以赚 20亿的美金 20亿哦 所以如果说台币 假如20乘以30的话 那多少 600亿 600亿台币 你做了一个决定 可以让公司少赚600亿 你知道这是 非同小可的事情 对吗 所以大家都在骂 股东也骂 然后就是董事会也 反正是很多人都在骂他们 就对了 就说 笨啊 傻啊 然后甚至有人说 你以为 你以为你不卖 就不会有人抽烟 是吗 之类的 反正就各种很难听的话 就冒出来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个当时做这决定的人 他们就坚持哦 坚持就是 还是要 那个 那个这样做 所以那时候呢 你知道股票 就暴跌嘛 可是你知道吗 没有多久 没有多久 竟然跌估反弹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这个顾客 他发觉到 天啊 CBS做这个决定 真的是想要为顾客好 所以呢 他们就决定说 以后买药都只找CBS的家 连锁 然后员工呢 他知道做这个决定之后 他其实很以这个公司为荣 所以他服务顾客的时候 他有热情 他有使命感 OK 然后很多的厂商呢 他们就觉得说 这真的太棒了 所以他们就决定 只给CBS卖 他不再进其他的通路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做产品的 是不是越多通路越好 但是你看哦 他们却只想给CBS卖 所以他们反而后来的获益 是与比原本好的 所以各位有发现吗 你要让自己少赚600亿 这个决定真的太困难了 我都没有信心 我们没有办法做出 这正确的决定 可是关键的是 他们想要符合 他们的当时的设定 他们的身份认同 所以他的确是做对的 所以讲到这边 大家有没有发觉 其实要领导的勇气 的确 或许你要更勇敢一点 但是其实很关键的是 你可能不一定有所有答案 你也不知道这样做 是不是有效 但是他只要能够符合你的身份认同 符合你的信念 那么这么做就值了 所以我当时对于这个CVS 这个真实的故事 我非常非常有感觉 所以各位 那你自己呢 不管你在这个公司当中 或是你在家庭当中 你扮演什么角色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算是真实 我自己的故事 就是在 这个创业的过程中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的挑战 那这些的挑战坦白说 你知道吗 就是这些的挑战 就是你说做事 那个都没有困难 而是说当如果有一件事情 它是不公不义的 或是它是违反这个规定规则 那这时候你知道了 但是没有人知道你知道的话 那你是会忍气吞声 还是假装不知道 还是言而盗零 你会怎么做 这个就是领导的勇气 就是 很多人就想说 反正没关系嘛 没有人知道 我们就包庇一下 就不要这样子 就是大惊小怪 然后说不要处理这么大 因为你也知道 有时候处理就是会 有冲突嘛 或是会有一些状况发生 可是各位你知道吗 永远只要我知道 有这类型的事情 我不在乎 到底有没有别人知道 或是我也不在乎 你知不知道我知道 我都绝对会处理 我绝对会处理 不是因为我天生就喜欢跟人家 对着干 然后喜欢去挑战别人 我是喜欢去得罪别人 不是 我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因为我很知道 这些对的事情 如果没有坚持做的话 那以后只会步步错 然后只会 这个动作越来越大洞 我很清楚知道这样 我只要一时 忍气吞声 我一时都过且过 我跟你讲 这整个团队准备瓦解 准备完蛋 那最终怪谁呢 怪自己啊 你明知道了 然后你却故意假装不知道 然后逃避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吗 这过程中我处理过很多 这类型的事情 那处理的时候 你说我很开心吗 我没有开心啊 我其实心很痛啊 就觉得 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心很痛 又能怎么样呢 我还是得处理 所以想跟大家说的是 其实领导的勇气这件事情 你必须要拿下来 你才能成就 你的身份认同 你才能成就一个 更伟大的事情 更伟大的这个团队 更伟大的这个 走更远的路 所以 其实看到这边的时候 我看这本书 其实我很有感觉 甚至 看到一些地方的时候 我甚至有点想掉泪 因为我觉得 就是 我也想当那个不负责任的人 我也想要不管啊 我也想要算啊 干我屁事 就都不要 不要来烦我啊 我就假装不知道就好 我也想这样 可是我不可以这样 因为我要走的 愿景是很远大 我要走的目标 或许我这辈子没办法完成 可是我不能因为这样的自私 为了害怕冲突 我就让这个环境烂掉 那我牺牲的是大家的梦想 我牺牲的是大家的利益 我牺牲的是大家的 就是时间 那这样真的是罪过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如果让这件事情得过起过的话 所以我觉得 我看到这边的时候 我特别有感觉 就是 我不是一个特别有勇气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 特别就是厉害的人 但是我很庆幸 我也很感恩的是 我始终就是 会牢记 紧抓的这样的原则 然后我的目标很简单 我宁愿 我宁愿这些人讨厌我 我也要把这件事情做对 因为我不是来讨好大家的 所以各位一样 我今天说书 或许说了一些 可能让各位 不是那么舒服的话 那当然这不是我的本意 但是 我的目标是 我想要让你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无限赛局 这才是真正的无限思维 这才是真正能够撼动 能够改变 世界的一个关键 都是来自于你的起心动念 所以希望能鼓励大家 就是以上这五个条件 这五个要诀 你都能够铭记在心 哪怕这当下 你可能会牺牲当下的一些利益 牺牲当下的一些好处 那可能会有些的所谓的牺牲 但是 其实你应该都要因此 更觉得很值得敬佩自己 当你努力到连自己都感动的时候 当你做到连自己都佩服的时候 你绝对会成功 为什么 因为没有 再也没有谁 更值得让你感动的 就是你自己 就是你自己 你也不要想要特别去崇拜谁 各位 如果真的你要崇拜谁 那我想跟各位讲 你要崇拜的就是你自己 因为其实你投胎成为人 你已经本质具足 所以你是有能力去改变世界的 你是有能力去把事情做好的 因为如果大家你有接触心理法则的话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一直出来想要推广心理法则 我不是为了自己了 而是我知道这是真的 所以我并不是觉得我比各位厉害 我只是知道 我比各位知道了多一点点的秘诀 但是你我本质具足 你我本来就有这丰盛 丰沛的资源 我顶多能做的就是引路人 我顶多能做的就是协助你 开启你的所有的智慧 开启你所有的这个方式 你本来就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我只不过是多开了一点 多了解了一些事情而已 我并没有比各位厉害 所以我今天在办说书会 我最主要目的 也不是要让大家追随我和崇拜 我会觉得我讲得很好 不是 我要的是 你能不能透过这些内容当中 找到你内心中的导师 找到你内心中的勇气 然后拿起这样的责任 然后好好去想 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你绝对有有这个能力的 因为你有起心动念 所以不要因为你现在的能力 而障碍了自己说 我是不是没办法做好啊 是不是等我学会了再做啊 没有 只要你起心动念转动起来 就跟我说书一样 难道你觉得我是天生很会说书 所以我才办说书的吗 不是 我是办了之后 我才变得会说的 所以各位 对我而言 我过去的故事有些人听过 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次 我的目的很简单 我要让你知道你真的可以 我过去是一个社交障碍 讲一句话讲不出来 我只能讲一个单字的人 你能想象吗 我现在能够演讲 真的我可以站上 三百人的这舞台去演讲 那你说这中间怎么差这么多 那不是我厉害 我自始至终 我现在还是觉得 你知道吗 世界太大 自己太渺小了 我只不过是很幸运的 开启了一些些 我可能本来有的天赋 或者是开启了一些些 做事的方法 所以就让我能够为我所用 所以我想要鼓励各位 你看 这个社交障碍的人 连一句话都讲不清楚 只能讲单字的人 却能够像现在这样子 跟大家侃侃和谈 你看这个过程中 我想要讲的是 你本质具足 你本来有这样的能力 你本来就有掌握 能够帮助社会 帮助别人的这个 这个使命 跟你有这样的能力 绝对有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 我看到这本书 我真的很期待 一个很开心的原因 所以在帮大家重点复习一下 这是 整个五个 所谓的必要条件 就是崇高的信念 你觉得要有一个 值得努力 贡献的远大愿景 这个愿景 其实坦白讲 已经不是为了自己了 已经是为了一群人在奋战 为了一个目标在奋斗 所以你愿意牺牲自己 好 再来信任的团队 他必须要三个条件 展现脆弱 勇于认错 跟寻求帮助 第三个 可敬的对手 学习对手的长处 优化超过自己 所以大家就不会落入一种竞争 反而是一种学习 好 再来是攸关存亡的应变 这个刚刚当然有讲 灵魂的应变 重点是能够有效推动 这个信念 所以你看 你还记得刚刚讲的故事吗 科达 其实那个工人师 做出来那个数位相机的时候 你知道他非常符合 创办人的理念 创办理念还记得什么 科达的创办人是想要 让更多人 更简单可以拍照 所以数位相机 成起来是一个更棒的解法 更棒的解决方案 可是很可惜 他们已经违背了 他们的所谓崇高信念 那最后一个就是 所谓的领导的勇气 领导的勇气 刚刚有讲 就是 你必须要就是坚强 你但你的坚强 不是来自于无所不知 而是你拥有伙伴 跟崇高的信念 好 所以大家听完这五个当中 有没有开始 对于这个无限赛举 有更深的了解了 所以最后呢 跟大家稍微做个结论 其实很多时候 你会发觉 有些失恶的领导者 之所以会失足 是因为 他们违背了 他们的信念 只要一个人 违背自己的信念 他做什么事情 都不会成功 所以如果你觉得 现在有点卡卡的 你应该问自己 你是不是做了 哪些违背你的信念 或是违背 就是这个核心的原则 所以你始终 没办法好好地 把事情做好 因为你总是 就是要隐藏什么 那就很辛苦 那 但然后甚至这些人 有时候 可能除此之外 他会把关注 放在这个目标 或是放在 想要打败对手 或是放在 这个短期的绩效 他们很容易变成 就是 一直在竞争 最后忘了自己是谁 然后忘了本职 也忘了为谁服务 所以他在乎输赢 最后却输给自己 这个就是无限思维 跟有限思维的差别 所以我们应该 要回归到个人 人生是一个现实赛 我们本来就在 这现实赛的跑者 对手没有别人 还记得我开头讲的吗 你的对手不是别人 别人优秀与否 那跟你没关系 你的重点是 超越昨天的自己 每一天比昨天更进步 所以呢 我们就用这样的思维 让自己能够 无限地提升 朝向自己的崇高的信念 所以啊 其实想跟大家鼓励的是 我们其实在 整个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的目标不是获胜 而是继续玩下去 以服务为目标 各位你应该不会说 你赢下婚姻的嘛 各位如果你是做教育的 你应该不会说 我赢了教育 所以这些本来就是一个 很崇高 很棒的一个愿景 跟目标 我们不会说我们赢他 但是我们始终在努力中 这是这本无限赛局 我这么推荐的原因 所以也蛮鼓励大家的 如果有机会呢 你也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 这本书讲了蛮多的故事 那这边呢 我精选当中 其中 我很印象深刻 能够帮助他理解的部分 很感谢大家 今天花了时间呢 来跟我们做这样的交流 那很抱歉 delay了大概七分钟的时间 那很感谢大家 今天我们下次见